美国的船只载着白色物体停靠码头 这就是之前被击落的中国高空气球的残骸 都会送往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分析 而FBI也正如火如荼的调查残骸中 但其实这样的气球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美国 在这之前川普任内就已经有这个气球 进过美国多次 美国是根本没有察觉到 现在是这个拜登政府是察觉到了 讲出来了 然后被共和党认为是一个机会在利用 来discredit 来讲这个拜登不管用 最终脆弱 需要你看 所以他们讲的词 他特别讲的是 川普任内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那拜登这边讲的证据是说 川普任内就已经你们根本没发现 学者认为美国即将迎来2024总统大选 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斗个不停 根据时代报导 身为民主党的拜登 本来想主打经济牌吸引选票 派国务卿布林肯访中 试图修复两国关系 缓和双方在政治上的呛瞎 可以专注于修复各自的内计状况 不料天外飞来一球 正创拜登政府声望 让拜登不得不及转弯 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国情咨文时 站稳抗中主旋律 但间谍气球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影响 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中国本来想借美国国务卿访中 达成三个目标 第一停止美国官员访台 第二想要让美国不要再管台湾和南海的事 第三证明中国已辉别疫情 重返国际舞台 然而当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后 布林肯也取消了访中行程 中国要想达成目标 在短时间内似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但学者直言 间谍气球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现在反正是你拜登做 到目前为止 中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而且其实比川普更坏 对中国的科技的制约 制裁 前所未有的强硬 所以说对中国 现在已经到无所谓的状态 随便你怎么弄 反正你们美国就是抗中 而台湾也正面临两岸情势持续紧张 为了强化国防安全 台湾也斥资了大约8560万美元 大约是25亿元台币 跟美国买了100枚M9X飞弹 及相关设备 M9X的射程26公里 飞行速度可达2.5马赫 能够向左向右90度发射 增加空战瞄准时的可锁定空域 而且飞行员要是戴上 具有联合头盔瞄准系统的头盔后 当飞行员转头看到哪 就能瞄到哪 让飞弹打到哪 国防部也表明 如果台湾遇到间谍气球 会以相关规定处置 我们会按照各种威胁的程度 还有威胁的种类 我们会使用适当的手段来应付 那包含各种可能的手段 我们都会来采用 我觉得我们不用浪费那个力气 去把他们击落 因为他要看什么 就是他能够得到的资讯就是那样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对我们做什么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派一个间谍气球 在我们这边看 我觉得还是要打下来吧 就是不然我觉得 应该说台湾就是一个比较 我们自己会觉得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啊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打下来的话 你就会违背我们台湾人自己 本子上说了这件事情 民众看法两极 但其实台湾的M9X是搭载在F16V上 又一上类似的中国间谍气球入侵领空 就算想打下来 这难度可不像一片蛋糕一样简单 没错 这个飞弹打得到那个气球 但是因为你的F16飞不到那个高度 而你在发射的时候 要让你的飞弹往上爬升两万多英尺 集中那个气球的话 是有难度的 增加挤落难度的 不止F16V深陷问题 还有高空气球实在飞太慢了 因为一般而言 战机的雷达在锁定敌机的时候 都会设定敌机的速度大概多少 来过滤掉速度过慢的物体 避免锁定到假目标 飞弹难以直接命中气球 但有心要打也不是没办法 我们还有另外的法宝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这个爱国者飞弹或天空飞弹 爱国者飞弹拦截高度 在两万五千公尺 也就是二十五公里 那如果气球更高的话 那就要动用到我们国造天空三型飞弹 它拦截高度 可能可以超过四十五公里 也就是四万五千公尺 所以这样就是从 就是高高空 高空 中空 低空 我们都有不同的拦截系统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但是要面对的是 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后 随之而来的会不会是经济制裁 甚至给对岸借口进行无统 的确在台湾跟陆方相对来讲 现在的确情况比较敏感的 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其实也因为更是敏感 所以我相信陆方其实更理解 就是说这个时候不要让任何东西 飞进台湾的领空 除非他真的想玩 在那个就是安全情势升级的情况下 任何进来的防控器 可能都要把它击落 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放炸弹 或者是说深化武器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采取 优先击落为考量 不过学者也强调 在两岸相对稳定的局势下 中国对台湾施放以侦查为主的 间谍气球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因为间谍气球主要是 搜集大气数据和拦截电磁讯号 但中国动不动派运8运9电战机绕台 就可以搜集电磁讯号的情报了 不需要使用气球 看来比起想着怎么击落气球 在国防部态度保守下的台湾 更应该想着要怎么应对 穿越海峡中线 越来越逼近台湾领空的中国战机 还有在美中对抗时代 夹在大国强权之间的台湾 该如何自处 我可以承树的节点 越来越下旧 越来越能夹 越来越了